其实我们可能已经发现过戴森球了 怎么发现的 2022年3月16号 新发射的韦伯太空望远俊 发回了他的第一张太空照片 这一张就是他拍摄回来的太空照片 他的拍摄的目标是银河系的横行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信息 很漂亮对不对 但是眼尖的玩偶 不管是拿着犯大劲的玩偶 很快就发现这张照片上有很大的端倪 看这个地方 这个形象很快就在网友中炸开了锅 都说这次拍到的是戴森球 这是地球外有二级以上文明存在的证据 好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戴森球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十万个聊什么 我是老柯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逼音的up主 旁边是新人导演小鲜 大家好 在最近的200年里面 人类消耗的能量增加了25% 而且增速还在不停的提高 但是人口增长只增长了7倍 也就是700% 地球上人类的数量只增长了7倍 人类消耗能源的数量在不停的攀升 但是很明显地球上的能源不是无限的 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消耗完地球上的所有可用能源 最后搬离地球 在1960年的时候 美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弗里曼戴森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我们人类其实除了核能以外都在使用太阳的二手能源 不管是煤啊还是石油啊还是木柴啊包括水能都是太阳能转化成的二手能源 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完全可以跳过这些中间环节 直接从太阳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能源 那就是太阳能我们就可以省掉那些中间转转差价 对不对 能源就更多了效率也就更好了对吧 而且对于太阳能来说几乎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及的能量 不过呢戴森还是认为在地球上使用太阳能利用率太低了 有日夜交替你晚上太阳就没有了嘛对吧 晚上你的太阳能板就是闲置的还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比如说刮风啊下雨啊阴天啊你都没有太阳能了 那获取太阳能最好的地方在哪儿当然是在太空 你能摘下去吗你首先太空上获取太阳能不是停 对就是到太空里面去嘛 也就是让太阳不停的照对不对 在太空里面获取太阳能不会受地球自转的影响 而且不会受大气的影响 太阳不会因为大气折射损失掉一部分 天气啊或者什么刮风下雨啊都不会受影响 利用率很高 而且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这点了 而且呢人造卫星的太阳能板 就是典型的太空中取用太阳能的方式 对不对 那么彻底点看能不能百分之百的利用太阳能呢 毕竟啊太阳是个球形 它向各个方向辐射的能量对不对 说起来也简单 那就用太阳能板直接把太阳给包裹起来 不就能完全利用太阳能了吗 反正说呢是另外一件事 把太阳包起来 这戴森球的想法就诞生了嘛 我们都能造戴森球了 那个时候无线传输能源的方法就肯定有了 戴森球的想法呢 也就这么诞生了 这个设想出来以后很快就风靡起来 特别是在科幻界 无数人追捧 其实不只是科幻界 科学界科幻界包括平民都觉得 这个概念实在太好了 非常合理 而且非常具有操作性 因为我们能够造太阳能板 对不对 而且我们还能把太阳能板送上太空 人造卫星嘛 现在貌似就只差一步 就是把太阳围起来 那戴森球就成功了 当然完整版的戴森球 没有那么简单要复杂的多 我们可能还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制造出来 但是科学家认为 戴森球这种东西 可能是文明技术进步中 不可避免必须经历的一步 既然是必须经历的一步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如果我们人类 要建造一个戴森球 会遇到哪些问题 首先戴森球这个球体半径 一般科学家设想 需要接近一个天文单位 一个天文单位就是 地球到太阳的距离 大概是1.4亿公里 半径1.4亿公里的这么一个球体 为什么要这么大 很多人也说不需要这么大 比如说我可以在水星的轨道上 但其实有一个问题 就是太阳无时无刻不在辐射外面 往外辐射的东西 那还记得太阳风吗 超大的太阳风如果在水星轨道上 我们的这些设备很可能就直接被太阳风就摧毁了 所以现在科学家认为 安全距离一个天文单位左右 半径在一个天文单位左右 不是 不是 它距离太阳一个单位左右 在地球轨道上 所以我们必须建设一个 半径为1.4亿公里的巨大球体 这个巨型结构的表面积下 大概是地球的55亿倍 如果我们能在戴森球上居住 这就是搬到戴森球表面上 那么按照我们现在地球的人口密度来算 那么那里可以住4000万亿人 如果你想环游戴森拳赤道一周 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不停地往前跑 需要花700年你才能环一圈 就算是观速 也要花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走完这个赤道 我感觉如果人制造了一个戴森球 然后进入了一个预定的轨道的话 比如进入到地球的轨道 它整个银河 整个太阳系当中的格局怕是会变化 因为有个质量产生 你说的非常对 就是质量没化 但质量首先是什么 你有质量得先有物质 对 你要材料去建是吧 这个戴森球是很大 对不对 非常大 极其的大 大到我们不得不拆掉太阳系里面的所有行星 包括气态的木星 才能建造一个8到10厘米厚的戴森球 招谁惹谁了 所以你刚才说到这 你想太阳系里面八大行星 就连冥王星也算上 九大行星全部质量 融合在一个戴森球上 它有多大的重力 对吧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它会不会 你的材料全都要非常高 你不能被太阳系进去 你还能得自己支撑住自己的质量 对吧 是的 它的外扬引力会非常大 甚至可能会和太阳畅波 它就会无限制的吸引外部来的小行星 对于我们来说 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 如何保护戴森球 不被小行星摧毁 即使我们真的能做到 拆了八大行星 拆了九大行星 去建这个戴森球 还有问题 何况我们真的有必要去拆这八大行星 去建这么戴森球吗 那做可控核聚变那不更香吗 对不对 为啥说可控核聚变可能还真没有戴森球这么香 我们现在来讲一讲 根据科学的估算 如果我们真的用戴森球这种巨型结构 把太阳包裹起来 百分之百的将太阳泛出的能量吸收进来进行利用 可以产生385铸瓦的能量 铸瓦 嗯 铸瓦是个技术单位 这个是个什么 多大呀 你看我们 铸瓦 亿是吧 亿 罩对不对 然后罩后面是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金 金 然后金后面是 该 该后面 十 万亿 该后面就是柱 一柱 一柱后面是24个0 嗯 就是385后面有24个0 这么多瓦的能量 这是什么概念啊 这个数量级的能量是我们现在人类总能量消耗能量的22万亿倍 就这么大能量 就是有史以来人类消耗的所有能量 一年能量 一年 就是一年太阳发出这么多能量 是人类整个地球 所有人消耗的所有能量 22万亿倍 我觉得等人类能用的这些能量的时候应该可以星际旅行 肯定要能星际旅行了 你都能照戴森球了 你肯定能星际旅行 你要拆了 这星星啊 哈哈哈 人家那几大行星也惹 招谁惹谁了 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啊 我们现在的银河系 就地球所处的银河系 有2500亿颗恒星 这意味着 如果2500亿颗恒星 每一颗恒星旁边都有地球这么一个文明星球存在 那么才能消耗掉 这个太阳发出能量 发出能量的零头都没有 顺手呢 我们还可以解决到最近的邻居 仙女星座大约1万亿颗恒星下面 每一个恒星下面的地球这么一个文明 可能还要胜出20万亿个地球的能量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不是说是我们人类能不能见了 而是我们需不需要真的见一个这种东西来 吸收太阳百分之百的能量 有必要见这么大的东西吗 对吧 我们用得了那么多的能量吗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也不好说 这是不是真的就不需要 你想 1960年的时候 人们怎么可能嫌到 现在人手一台相当于单时几个饭店大小的计算机 对吧 说不定 以后人手一个相当于今天一个核电站的能量 就是人手一个核电站 对 有可能 人手一个星际旅行 人手一个核电站 好 就是吵了架之后出门不是开车了 是开车宇宙飞船去上面转一车再回 有可能 戴森球这个东西明显是离我们现在肯定还是很遥远的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也不是说是对未来人才有用 戴森球对于我们人来说 现在就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并不是指我们短时间的需要去建一个戴森球 或者怎么样需要这么大能量 而是因为其他文明可能已经制造了一个戴森球 或者类戴森球这种东西 这跟我们有啥关系 这个和我们正在寻找的外星人或者地外文明 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在寻找地外文明或者外星人中 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之一 就是宇宙实在太大了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去观测这些星系有没有外星人 非常不切实际 那即使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方法 就是目前最靠谱的搜索外星人的方式是什么 无线电波 但是现在地球上最强大的无线电波天线 在地球上发射出无线电波 也只能传出几关年的距离 再远就不行了 这个距离可能连离我们最近的恒星 也就是三体人的三体星球都到不了 也就是4.2关年都传不出去 所以局限性是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就轮到戴森球出场 因为如果文明已经建立了戴森球 我们大概率是可能可以追踪它的 并且可能是可以跨越星系的对它进行追踪 虽然说戴森球本身对我们来说可能是看不见的 但是它发出的辐射或者说它阻挡恒星的辐射 很有可能是可见的 所以实际上弗里曼戴森提出戴森球的真正出发点 没错戴森球的诞生 其实根本就不是帮助我们人类解决未来能源问题了 而是为了在无穷无尽的太空中寻找智慧文明 科学家设想出来的 戴森设想出来的 原来它是为了这个 对 科学家其实已经认真地考虑过探测戴森球的可能性了 SETI就将戴森球假设纳入了美国搜索标准和公式里面 在2015年的时候 美国费米实验室就根据一个红外线特殊太空外氧阵的数据 进行了自己的搜索 就是专门去搜索戴森球的 所以科学界其实是真正很认可戴森球可能存在的 并且已经按照这个方式真正地去搜索外星人了 其实我们可能已经发现过戴森球了 并且是在韦伯太空望远镜之前就发现过 怎么发现的 尼茨一些业余天文爱好者在观测的时候 他们观测到天鹅座的虎斑星发现 虎斑星在一天的时间里面有明显的明暗变化 一般来说恒星的明暗变化是非常常见的 但这次虎斑星的明暗变化不一样 虎斑星这个星非常大 一颗木星大小的行星经过虎斑星 也只能让虎斑星的亮度降低约1% 但是虎斑星在这一天内 就是业余天文学家观测的这一天内 亮度下跌了22% 而且它的明暗是不停地按下去练起来 按下去练起来 就像有一个很大的东西以规律性的节奏掩盖住这个星球的一部分一样 不管它是什么 它很大 非常大 相当大 科学家开始不信 但是当他们用天文望远镜 专业的天文望远镜对准虎斑星 然后发现真的是这样 在那里虎斑星继续的这样规律性的闪烁 到底是什么让虎斑星如此奇怪 而且规律性的表现 不知道 没人知道 科学家也不知道 但是说实话 我真的不希望 这个是外星人的戴森球 你们我们想一想 一个能建造戴森球的文明 对比我们现在 而且是几千年前他们就能建造戴森球了 对于我们现在 不管怎么样他们是太强大了 我们和这个文明的差距就和水母和人的差距是差不多的 或者说的更极端一些 就是蚂蚁和人的差距差不多的 这样一个文明即使发现我们 就是他们完全不会在乎我们到底是生存还是毁灭的 如果他们真的因为某些事情发现我们了 这说不定是一个不可逃脱的毁灭级的威胁 我们连逃的垫都没有 其实不是垫都没有 我们连逃的方法都没有 对 说了这么多 就是我们现在自己建戴森球的可能性不高 或者说至少现在来看 戴森云 戴森炮 这种分离式的小单位的 它有小个的太阳的卫星构造的这种吸取能源的结构 要比戴森球更实际一些 而且更具备可操控性一些 我们也离我们实现它也更近一些 不管有没有 我们技术能不能实现 就是真的有不用 我们真的人是有一个核电站 我觉得500年以后吧看看 我觉得几千年以后吧 也有可能 我觉得至少几千年以后吧 如果我们没有被灭掉的话 我觉得我们被别人灭掉的概率不高 我们自己把自己灭掉就不错了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